我們現在乘坐電瓶車 再一次登上整個甘肅天水 中國世大民窟的麥基山石窟 中國世大民窟各有特色 從河南的龍門石窟 山西的雲鋼石窟 以及這一次會去的敦煌墨高窟 以及現在各位幸福失入的朋友們 這就是所謂的麥基山石窟 我們現在乘坐景區的電瓶車 要到最上面最上面 不然呢如果要走上去的話 至少要大概30分鐘 30分鐘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的麥基山石窟 慢慢的往上出發了 今天的天氣呢非常的風和日曆 平均溫度我想大概是在23到4度之間的部分 晚上有可能會落在22度的部分 那今天從早上從6點起床 7點30分就從西安出發了 吃到午餐的時間大概接近2點20 2點30分的部分 那340分鐘用餐時間呢 現在已經是來到下午4點30分 或是下午4點30分 來到整個天水 來到麥基山石窟的 四大石窟的風景區 這邊屬於甘州 那這邊的車牌的代號是 英文的ABCDE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乘坐的兩部的景區的車子 要知道到最上面的 煙與麥基煙與煙與麥基的部分 就麥基山 那天水因為天上之水 過到這邊來 所以讓這邊最早的是缺水汗的部分 但是現在呢 自從從於這個天水 這邊的霧牢非常非常豐富 稻米、小螞蟻、高粱 還有很多的蘋果 還有包括櫻桃 我最喜歡這邊的 還有一個吹桃屠粉 這時候當時季節 目前季節就是最棒最棒的部分 我想這也是 今年特別主張幸福 失陸之旅最大的一個原因的部分 可以體會到整個 非常瓜果之鄉的 甘肅的水果 新疆的水果 還有體驗到不一樣的人文 也是說這時候來的天氣呢 沒有像7月8月這麼的悶熱的部分 現在今天是9月21號 也是9月21號 也是9月21大地震發生的一個日子 也是非常非常的晴天意義的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已經來到的景區 我們這邊就已經抵達了 這就是麥基山 祠庫的話在另外反方向的部分 祠庫的話在另外反方向的部分